大便干燥像羊粪 是殷虚便秘 那六位帝皇丸 能排空黑硬便吗 有的人上厕所时 发现大便总是一粒一粒 又黑又硬 看着好像羊屎蛋一样 这在我们中医上属于殷虚便秘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身体内部 殷液亏损后 产生虚火后 熏绕肠道导致的 这点我之前有讲过 那就有粉丝问我 既然是殷虚导致的 能用滋阴的六位帝皇丸吗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很好 毕竟人身上有多个脏腑 殷虚也有多种情况 所以像专门调理 殷虚便秘的一个方子 增液汤 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正常来说 如果我们出现 羊屎样大便的时候 通常还会伴随着 一些殷虚的症状 比如身上一阵阵燥热 心情烦躁 时不时耳鸣 以及晚上睡觉就出虚汗等等 并且舌头伸出来 就是舌红少胎的 这个时候我们开方 增液汤 用悬神麦冬生地三味药来调理 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 除了羊屎便外 还出现明显的 腰酸腰痛 两腿发软等症状时 再单用这个方子 效果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腰膝酸痛 两腿发软 这个典型的症状 属于肾虚 配合着刚才提到的症状 那就是肾阴虚了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调理就得 滋肾阴为主 这时我们用六位定环丸 就是合适的 就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羊屎便 黑硬便了 但如果这个病人 除了羊屎便外 主要的症状是口干口渴的厉害 每天都喝很多水 但还是感觉不解渴 这种情况可能就属于胃阴虚了 那条理就得滋胃阴为主 可以参考方济 易胃汤 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辩证 症状不同 用药方济也不同 像生活中很多人 明明是一样的病 但用一样的药 有的人管用 有的人就不管用 这其实就是 症状不同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不清楚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线下 到专业的医疗机构 找专业的医生帮忙辩证 然后对症下药 就比如今天提到的 杨识变 如果你是肾阴虚引起的 那用六位地方玩就能帮你排空着黑影变 但是其他人可能就没效果 所以一定要找到病根 弄清情况 千万不要麻木用药 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明白了吗